其实人和人之间永远在衡量什么? 大家好,我是Pexy师姐 聆听别人的故事,顾自己的感情世界 在这现实的社会,男女之间永远在衡量着对方的相貌 高矮胖瘦 第二是物质 如何谈恋爱,就是找同类,然后就是财产 大家都在衡量他有房子,你没有房子 他就觉得你很低级 你没有房子,他有房子,他就会高看你 但是你高的太多了,他也不会喜欢你 男人要知道女人要什么 女人关心什么,关心物质财产 所以说你有房子,有车子,有收入,有社会地位 你就展现出来,这就是你的价值 这个是女人非常关心的 要思考自己有多少价值 要思考自己那里没有做到位 不要去思考别人对你感不感兴趣 而是要思考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到位 这个思维比什么都重要 比如说,你的女朋友前身上下都是名牌画 你穿的是低档画,穿的是低碳画 那根本没有办法在一起 所以你要去做对应的改变 门单互对不光是讲财富,还讲智慧,还讲格局 那么意见自己喜欢的,该如何做呢? 提升自己,不断的去成长和优秀自己 因为能找到一个目标修炼自己 让自己不断前进 只有自己足够优秀了,才能跟高价值的人匹配 就像我开始做视频,也很少人关注啊 我录的视频,人家喜不喜欢看? 有没有人愿意给我点赞? 我要思考我要如何通过我的短视频提供别人价值 我只要专注把我的视频做到极致 做到足够好,不去埋怨别人不给我点赞 我是一个气时候,我的学校里没有电脑的 我是通过我跟Annie老师学习互联网的知识 包括学习文案以剪辑短视频 做Landing paste,设计图片等等 只有产品做到极致了 名气提升了,价值和筹码足够了 人气就自然多了 自然会吸引优秀的人来到我的身边了 欢迎您加入女人成长营 网络学习会来提升你的价值 如果你要做网络主播,做培训导师 就要把短视频给拍好 还要把课件和Landing paste和广告推广做好 如果你要像我这样可以做到短视频 吸引更多的流量 可以点击Annie老师的线上课程 网络影响力链接 好了,这期节目分享到这里 除了以上这些因素 你还知道哪一些有因?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建议 你的点赞、订阅和分享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有脸书的朋友也可以关注我Paxi思姐 在订阅时候记得点击按钮旁的小铃铛图案 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新节目上传的通知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